那我们看到五合一疫苗 其实它就是还算密集 就是它是两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跟满 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就是一岁半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就是因为 我自己带小朋友 去接种的经验都是 有时候你中间啊 如果这个刚好生病了 或什么 其实就会稍微拉长一点 但是原则上 它就是要满这个时间 你延后没关系 不能提前 对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疫苗接种 会有这个要注意的事情 另外是说 像我自己也曾经遇过 就是带小朋友去 我们都会去那个健康中心 因为当然有些医院 它会有一些专门 注射疫苗的门诊 有时候你去之前 最好我会建议 还是打个电话 询问一下 有没有疫苗 有没有遇过缺货的 有的疫苗 它会合并 就是它一罐打不完 它一罐一定要两三个一起打 所以它也会集合在一起 就是另外再通知你 所以去之前 可能要先询问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避免白跑一趟 然后可能你也要带好 比方说妈妈 你说要携带什么 对 我们说的 宝宝手册啊 或爸爸妈妈健保卡 因为有些新生儿 还没有健保卡的时候 你就用爸爸妈妈的 然后户口名簿等等 像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 我会建议就是 去之前先准备好